大家好,我是科技KKK 今天这期域名我们来讲如何低价购买一个付费域名 有些小伙伴说他没有外币卡 然后他就无法零元去购买那个域名 没关系,今天我们 推荐的这个域名注册网站的话叫NemSolar 他是能够支持支付宝和微信付款的 首先我们先注册一下 点击这个signup 好,左边有账号的,就直接登录就行了 没有账号的,那你就右边 右边第一个填用户名,第二个填邮箱 第三个书密码 然后再次书密码,人质验证,然后点击创建 创建账号以后,再点登录 登录完以后,他会给你跳转到这个界面 这边会显示 激活的域名 这个我之前有一个域名购买了 在他们家买的,所以显示11 那我们今天再来 手把手带大家再买一个啊 好,我们 点击这里,右上角这里 我们要买这么一个域名 把你想买的域名租进去 然后点击这个放大镜 他就会跳转 跳转过去 他就会显示各种域名的价格 好,我们看到他下面价格已经弹出来了 弹出来了的话,他这边的话 买TOP的话 就是1.88美金 你想买的话 可以就能够接受的话 就直接买 你假如想更便宜的话 比如说点SBS 这个域名的话会更加便宜 他只要1.39美金就行了 或者点CFD 因为大家如果买域名是用来搭建节点的话 那就选这个最便宜的就行了 每年买一个 因为这种便宜的域名 它会存在一个问题 也就是你第一年 注册购买的时候很便宜 但是你第二年续费的时候就很贵 好,我们 好,我就买一个 就买一个 SBS的吧 这个 好,搜索一下 买这个1.39美金的 我点一下这个A的添加 好,不需要 我们不需要这种额外的服务 给他插掉 然后 我不想保护 我不需要这个SSL 我也不需要这个 大家不要点这个东西 不要点这个东西 点这个东西 它就会让你去买一些额外的服务 额外的服务都是要付费的 我们就想最便宜的价格 买一个可以用的域名 好 我们再点这个checkout 好 到了这一步以后 我们我们往下拉 这边直接就是不要选 不要选这种付费服务 我们不需要 买完以后 我们直接把域名托管到cloudflare 点击这个checkout 好 到这一步的话 它显示 付款各种付付款的方式 好 这边它有支付宝的就在最上方 然后下方的话 还有 选一下 假如你是在中国的话 你就选中国 它就会把中国的支付方式 迎联 给你盘出来 那你反正根据你 根据你能使用的支付方式进行购买 我们比如说选择比特币 选择paypal 直接用卡买 或者直接用账户 直接用这个里面的 这个网站里面的账户买 我们这边用演示就用支付宝 好 我们点击这个 好 好 我们点击这个接受 拉下来点这个接受 好 我们点击这个pay 好 它显示支付完成的话 它自动会帮你跳转到这个主页 到了主页以后 你这边会显示一个域名 然后我们点一下 这边的管理 你点一下这个下方的 这个一个激活的域名 活跃的域名下面这个管理点一下 还没有显示出来 我们再刷新一下 我们要等一下啊 等一下 可能这边购买完以后 他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啊 再次进去看一下 然后 点一下这个 好 你假如这边没有发现域名的话 你放在那个界面进来以后 有一个活跃的域名进来以后 假如没有出现新的域名 对吧 你点找找到这边 这边的 点一下这里啊 这个hear点一下 他就会帮你刷新一下 然后刷新完以后 他就出出来了 我们这个是我们刚购买的 新购买的域名 我们点击一下他 好 我们点完以后 他给我们跳转到现在这个界面 跳转到这个界面以后 我们需要 跑到这一个 name service 好 我们点击这个change 好 我们现在打开我们的 那我们要回到那个 cloud flyer 好 我们点击这个 登录我们的cloud flyer 我们点击登录 大家没有账号的话就注册一下 有账号的话就到了这个界面 这界面以后你可以切成全体中文 然后我们点击这个添加站点 我们把那个 我们把域名输进去啊 然后我们点击这个添加 好 我们拉到最下面 选择这个免费的计划 然后点击 好 我们等待他扫描 好 到到了这个界面以后 我们继续点这个继续 好他说没有 DNS 记录无法激活 我们点击这个确认 好 我们现在 复制这一下 这边点一下 单击复制点一下 好 我们回到这个界面 我们把第一个域名 给他 单贴覆盖了 我们回到cloud flyer 这边把第二个域名 点 单贴 然后回去 把第二个域名解析给他 单贴覆盖了 然后把这个第三个给我删掉 我们只留这个cf cloud flyer的 这两个域名解析 好 我们点拉到下面 点击这个submit 好 我们这边已经更新完了 但是他现在还要过一段时间才能验证完 然后我们回到这个地方 我们回到这个这个地方 我们点击这个完成检查名称服务器 好 我们点击这个以后完成 好 他现在变成这个地方 他就是说24小时之内会处理完 一般的话 我们等半个小时左右的话 他他就会自动 帮我们激活 好 好 我们点一下这里 好 到这个界面 回到这个主页 我们就看到我们现在这个域名 他显示的是带处理的名称服务器更新 这代表现在他那个还没有检查到 还没有在这个cloud flyer上面激活 假如是激活了的 那就是这个有效 那这个有效就是 kjkkk.pp.ua 就是之前我们我带大家0元去购买的 前几天0元购买的 好 今天这个我们就花了10元 差不多10元人民币 购买了这么一个 费域名 然后有了这个域名以后 你们去 门客就可以去搭建自己的网站也好 搭建自己的 直接邮箱也好 搭建自己的节点也好 都可以使用 好 这个 我们搭建这种的话 你看之前的教程都有 好 我们再等一下 我们这边刷新一下 再点一下这个刷新 好 我们看到这边 他显示也是activity 也是激活的状态 活跃状态了 我们这边就不用管了 就不用管他了 这边 我们这个网页关掉 我们再刷新一下这里 好 我们再等个 我们继续等他 好 大家好 他现在 cloud flyer给我发了邮件了 他现在说这个域名 已经 扩管激活了 好 我们来到cloud flyer这里 我们看到现在这个 我们现在购买的这个域名 现在是状态是有效的 然后我们就可以正常的去这个DNS这里 去添加 记录了 添加a记录了 然后 添加你想要设置的域名到你的VPS 然后点击保存 好 那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边 大家有信用卡的可以去零元购买域名 没有信用卡的就用支付宝 在这个name sale上面去买这个低价域名就行了 好 研究到这边